如果說你今天加入這個圖檔 是你自己個人使用的話 你就可以選完整路徑 不會把這個檔案拿到別台去 就用完整路徑 為什麼因為 如果你今天用完整路徑的話呢 他就會去找這個路徑 就是C磁碟底下 桌面上面的這個圖檔 但是如果說你今天把AutoCAD的檔案 拿到別台電腦去 因為別台電腦桌面就不會有這個檔案 那你就會找不到這個檔 那就會出現怎麼樣呢 那個檔案不見了 的問題產生 如果說你今天會把這個檔案 帶來帶去的話 那比較建議你們可以用這個 所謂的無路徑 那無路徑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把AutoCAD的檔案 跟這個圖檔存在一起 也就是同樣存在桌面的話 你搬移的話就兩個一起搬 這樣子的話他永遠都知道 這就在旁邊而已 他就是旁邊找就找得到 那這個地方的話特別注意 我們這個地方的話當然我們練習的話 比較簡單是用所謂的完整路徑好了 當然特別注意就是將來 你搬到別的地方去 他會去桌面找 這一個 而且你會發現 還不是桌面前面還有一個名稱的 叫David 一定是David用的那個桌面才可以找得到 不是說只有桌面 所以這個